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之间的爱情故事可以说是广为流传 在建国之后呢 林徽因就一直卧病在床 而且1955年的时候就去世了 时光又过去了七年 林珠终于走进了梁思成的生活 并且呢 相伴着梁思成一起走完了自己最后的 也是最艰难的人生岁月 在梁思成去世之后 林珠主要的工作是整理 梁思成先生的那些建筑学的遗稿 并且为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接下来的时间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林珠 有请 梁思成 梁启超之子 1901年生 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是中国古建研究的奠基人 解放后 任清华建筑系主任 设计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等大量具有民族风格的建筑 文革遭受冲击 1972年并逝于北京 林徽因 1904年生 曾与梁思成一起求学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1928年两人结婚 共同致于中国古建的研究 并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建筑师 参与设计国徽因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等建筑 中年后结合并产生 1905年并逝于北京 林徽1928年生于福州 曾任清华建筑系资料 1962年与梁思成结婚 共度11年春秋 其后林徽全力整理梁思成遗稿 并出版多部征服 林徽军师 看您气色不错呀 今年高瘦了 西方人是不兴奋女同志年龄 咱们不是在东方吗 您今年有八十了是吧 八十多了 但是身体还不错 您和梁先生的第一日太太林徽因都姓林 您是一个地方同乡吗 我们是本家 是本家 用现在的话来说是 八杆子够不着的亲戚 你们的家族在当地也是一个名门望族是吗 还不算 那您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 我父亲是早期留美的 早期留美 他是土木工程师 土木工程师 他回来以后就在铁道部任职 您怎么想到那个当时要到北京来的 因为我中学的时候不是个好学生 不好好念书 我特别喜欢文艺 当时就是把所有的这个世界名著都看了 看了战争的时候就联合 是联合西南大学 西南联大吗 西南联大 我没考上 您没考上 没考上 因为林辉英嘛 在清华 那个时候就是说 每个著名的学校 他都办一个先修班 当时因为我父亲和林辉英认识 就请他帮助我 入这个清华大学的这个先修班 那是1948年 1948年 1948年 但是我到了北京以后 这个当时时局已经很紧张了 先修班就不办了 所以您 但是人已经来了 家里就说就暂时先留在北京 当时我的男朋友 他是受聘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助教 然后您什么时候有机缘 见到了 去到了这个梁思成先生的家呢 那我来以后 必须得马上去拜见 因为他是长辈啊 但是当时我很害怕 很紧张 因为对他这么一个大名人 而且在我们老家就是同乡里面就是他的名气是很大的 大美女 我 我不敢下决心去看 一直到他听说我到了北京 他召见我 这我才敢去 您跟我们讲一讲 您当时少女的时候 第一次看到他们家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第一次到他的家里去 比如像穿联布吧 他都是用一种支地毯的那种布坯 坯子 就是他质感很强 好像马带似 但它是白色的 穿帘也是这个 这个沙发的这个套子也是这个 就是整个的很舒雅 而且在这个椅背上 都有一种白色的 这个黑色的挑花 十字挑花 我一眼就看出来 这个就是云南的这个苗祖姑娘 她们是绣在裤腿上的 坐在裤腿上的这种绣花 林慧英告诉我说 这是他用花大价钱跟这个苗祖姑娘买过来的 所以就非常非常的优雅 然后还有一个旁边有一个柜子 柜子上呢 有林慧英和他父亲年轻时候的照片 还有一些梁思成收藏的一些个 梁思成很喜欢雕塑 所以收藏了各时代的这个小雕像 我当时一眼看见林慧英的那个照片 我觉得我可算看见这些美人了 您见到他真人的时候 您面对面他的时候 我面对他的时候 我大吃一惊 大吃一惊 因为我从来也没有看见过 比他再瘦的人了 特别瘦特别瘦 我看见他的时候已经四十多块五十 四十多块五十了 特别瘦 而且他那个时候病了好多年 病了十几年 肺结核把他折磨了 是不是已经没有照片上那么好看了 没有 就是您见到他那时候 这个很难说 但是就是他穿衣服吧 非常的随便 就是他穿一件坨色的毛衣 穿一条坨色的裤子 穿一双绒鞋 这袖子随便这么一碗 但是他那双眼睛 那简直是太 我怎么说呢 他的眼神 就是像这样瘦的一个人 他的那个眼神 他能一下把你抓住 我又觉得你跟林慧英 就是一见面的时候呢 实体的林慧英就不存在了 而你感受得到的是他给你的美 他给你的智慧 他给你的热情 我觉得他的眼睛里面 就是能够表达很多很多的东西 我再也没有看见过任何一个人 他的一双眼睛 能给你表达这么多的东西给你 所以我有的时候常常跟人家说 我说虽然我现在已经一大八的年纪 但我所看见的最美的女子 最有风度的女子 我还是觉得是林慧英 我听到最后是林慧英 他当时初次跟您见面 聊了些什么呢 当一开始他就问我 考大学的情况怎么样啊 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 我最怕的就是怕人家问我考大学的情况怎么样 我只好非常不好意思地跟他说 我觉得这个苏黎化考的还可以 最糟糕的是这个英语 他问你为什么怕英语呢 我说我搞不清这些文法 我说这个我搞不好 后来他说他们家的孩子都是怕苏黎化 不怕英语 后来林慧英就说他说我来教你英语 他来给您当老师 对 所以这样呢 就我每个礼拜二礼拜五的下午就得上他家去上课 这个就是我们开始 这是第一件他问我的事 第二件他就问我说 对北京的印象怎么样 我还没说呢 他就跟我讲起这个北京城 为什么是一个图字型的这个图案 他告诉我这个北京是从原朝发展起来的 然后就讲这个前朝后世这个城市的布局 你讲来一遍整个北京的规划 对 现有的这个 对 在这个您和林慧英的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 他跟您讲过他跟梁思成之间的故事吗 嗯 只讲过一次 他告诉我 那个时候我才十七八岁 他说第一次和梁思成出去玩 他说我摆出一副少女的精词 可是进了太妙以后呢 一转眼梁思成不见了 他说 我到处找也找不着的 待会听见上次有个人叫灰音 灰音 我一抬头一看 梁思成爬到树上去了 我气坏了 陪女朋友来玩 他自个爬到树上去了 大家很难想象 梁先生还是一个树上君子 还能爬树的这么一角 您什么时候见到他 因为那个时候 我常常到建筑系的那个戏馆去玩去 那有一天我就看见对面走过一个中年的男子 瘦瘦的 穿着非常将近 他是穿着很协调 可是你也看得出来 他的衣服是旧的 但也很好看 很漂亮 这个老头就笑着冲着我走过来 是林小姐 我猜对了吧 这个漂亮的姑娘一定是林小姐 哎呀 我觉得太难为情了 因为从来我还没有人听说过称我是漂亮的姑娘 这是你们第一次相见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这日午一句话也说不上来 都知道在当期时 这梁家有一个客厅 叫太太的客厅 是吧 所谓太太的客厅 这个是冰心挖苦灵徽因的 当时的太太的客厅是三十年代 其实这个太太的客厅 是金月灵的客厅 因为梁思成和金月灵 住在一块 就是一个前院一个后院 当时的人呢 都是文人 沈重门 萧前 还有很多诗人 这个徐志摩 等于是在金月灵家 徐志摩 等于在金月灵家 后来有一次这个金月灵说 她说那是我的客厅 那不是梁家的客厅 是金家的客厅 是她的客厅 但是当期时确实是谈笑有红儒 往来吴白丁 去了很多的大家 是吧 在这聊 他们聊什么呢 主要是聊文学 主要是聊文学 艺术 有点杀龙性的 杀龙性的 后来 在看战争战争战争以后 我说的是 四八年以后 梁家 还有这个喝五茶的习惯 喝五茶的习惯呢 还是有很多的人来参加 那那个时候就是跟过去的太太的客厅不太一样了 谈论的问题也不太一样 那个时候因为我是不是他要教我英语吗 那我就是一般就是到三点以后 三点半以后就结束了我们的课程 他就让我留下来参加这个午茶 当时有张希若夫妇 周培元夫妇 还有很多就是清华建议当时的年轻教师 那那个时候讨论的问题主要都是北京市的规划 这个客厅从金家签回到梁家自己的客厅里来了 在生活当中他们也像普通的夫妻一样 有吵架不和也有的 您见过吗 我见过 但是他们的吵架不是因为生活问题吵架 不是因为生活问题 对 但是因为什么 往往是因为学术上的某一个问题 两个人争论不休 争急 对争急 加着英语 加着这个中文 两个人吵来吵去 那他们不能真的成神仙啊 平时吃喝拉撒这些事谁来管 在世俗的人的眼里 您觉得林霍音是一个好的太太吗 他的好朋友 费未美 就是说 他是一个好朋友 但是不是一个最理想的家庭主妇 他是 他是很很少 但他对儿女是很关心的 这是 但对这个 家户事好像他不是很擅长 比如说孩子吧 他要请这个护士来照顾 家里面呢 有若干保姆 做家户事 然后做饭什么的 都有这些保姆来 都有这些保姆来 他不会做饭 基本上 他不会做饭 不会做饭 所以更多的时候 事实上 他们这个整个家庭 尤其是梁先生 自己的起居 那基本就是 有保姆 阿姨来负责 对 是吧 大概是这样 我们知道 这个林辉云女士 在他的这个生命发财的那部分的时候 有很多的追求者 梁先生有跟您聊过 关于这方面的他的看法吗 谈过 谈过 但这个是他们的隐私 好 我觉得梁志诚 非常大度 而且我觉得他爱林辉云 爱得不得了 我是觉得他非常非常爱林辉云 非常美好的爱情 这是一个大方向 但是不等于说 他就没有尴尬 没有痛苦 没有失落 应该还是有的 尴尬 对 痛苦 失落 对 我们都众所周知 是有一件事情 就是金远林 长期的 他不是喜欢林辉云吗 然后就住在 梁先生家的隔壁 这件事情 梁先生有跟您交换过意见吗 甚至在这中间一度 林辉云说 他爱上金远林教授了 对 那这件事情对梁先生来说 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 梁志诚当时就是觉得 他知道了以后 他非常痛苦 他想了一夜 他把自己和金远林来比较 他觉得虽然他自己 在某些方面也都有一定的修养和成就 但是他觉得可能他还不如金远林 所以他跟林辉云说 他说你是自由的 你是自由的 如果你选择了金远林 我祝你们幸福 这是梁志诚的态度 金远林当时是什么傻蛋 金远林 咱们可以看了 始终就没有离开 一直作为一个邻居 是吧 居住在梁甲爷的旁边 对 一直到林荤英去世 对 他都在 而且我们知道的是这个 这个金远林也终生畏屈 是吧 对 终生畏屈 终生畏屈 所以 其实我觉得 当然了 您因为是 是是是 是梁先生的这个 后来的太太 那您当然是不能完全的抛开这个 跟梁先生的这种情感来孤立的看待这件事情 其实时间过去那么久 您认为 梁先生能够最终 原谅 或者是说宽容 或者包容 林荤英的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是他们共同的事业 事业 事业 这是最主要 除了这个之外 我觉得梁志诚是非常爱林荤英的 我觉得 很美好 非常美好 在您写的那本书里 我注意到您说 您听梁先生说的 梁先生说过这么一句话 他说做林荤英的老公不容易 是吧 这么一句话 这是梁先生亲口跟您说的 对吧 是的 您觉得这句话更深的含义是什么 怎么不容易 因为林荤英这人思想特别特别的活跃 他是千变万化的 他不是还有一句话呢 就是说 一般人都说老婆是人家的好 文章是自己的好 对啊 他说我不那么认为 我认为老婆是自己的好 文章是老婆的好 这是他跟您的对话当中 他说的 亲口说的 您给我们判断一下 他说这个话有点调侃呢 还是真心的服了他的那个 先头那老婆 真心的 真心的 我觉得是真心的 他真的觉得文章是 老婆的好 老婆的好 老婆是自己的 自己的老婆好 他真心这么认为 对 听说您最早的第一段婚姻 这个婚事 还是林荤英帮您操办的 是吗 那倒没有 不是他 他关心 他关心过 那个男朋友 后来跟您结婚了吗 对啊 结婚了 他叫 陈英权 陈英权 他当时也是一个北 是清华的教师 教师 他具体帮什么了 当时我们结婚的时候 没有钱 他们家也没钱 他就是一个助教嘛 而且也离开 当时就是 当时助教拿多少钱一个月 200斤小米一个月 也就是够吃饭 但结婚是不够的 结婚是不够的 所以那个就是 当时我就想卖掉一点 就是从家里带来的首饰 这个事让林荤英知道了 她就问我 她说你有困难 为什么不来找我呀 我也没得说呀 我说什么 我就站红了脸 站了一边 她说 营造学社 有一笔钱 是专门帮助青年学生的 她说你可以先用这一笔钱 她就给我一个存折 就让我说 你需要用多少钱 就用多少钱 总要买点锅耳瓢盆啊 什么的 那我一看这是良心的存折 那我就问林荤英 那我用 治完了钱 我就问林荤英 我说这怎么是良心的存折呢 她说营造学生已经没有了 那这个钱当然就是梁先生的存折里头了 但实际上 营造学生根本没有钱 她只不过是 就是梁先生自己的钱 就是梁先生的钱 她只不过是 让我觉得可以安心的 使用 暂时先用这个钱 其实当期时 林先生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 对吧 是 她是55年去世的 对 55年去世的 在她去世了以后 这个梁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对她的打击大不大 我觉得对她的打击应该是挺大的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呢 林荤英这个病的这么长时间 也把她折磨得够强 因为病人们脾气不好 是吧 同时呢 她又要从多方面的来照顾她 比如坐的地方 她得给她搁上软垫 是吧 躺下以后 得给她搁上软垫 林荤英到最后 她吃饭根本就吃不下去 她得打一种针 是梁思琛从美国带回来的 打进去以后 就是几分钟之内就马上就吃 所以就是说梁思琛是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来照顾她的妻子 但林荤英去世以后 她一方面她非常的伤心 另外一方面呢 在某种程度上 这是我看法 也对她是一种解脱 她的生活因此 也发生了一些改变吗 梁姐 她反正她一直是个非常乐观的人 她可以投入更多的时间在工作里面去 梁先生她就是很多事情没有人帮她来处理 因为我是资料员呢 那系里就跟我说你能不能去帮一下梁先生 那我当然就答应了 我只能利用这个业余时间帮她去整理 所以整理的时候 当时就是帮她回复各种各样的信件 但有一天呢 我就看见一封信 是山东的一个售货员写的信 她是人大代表 她就说她在开人大会议的时候 看见两些人 非常仰慕她 她就很快 她就建议 这个是不是能跟梁先生组织一个家庭 当时我看了这个信以后 我觉得可笑极了 好玩极了 我就替梁先生写了一封信 就说我说 接军来信激动万针 请你于某月某日到北京 然后呢 我一定到车厂去迎接你 您用梁先生的口纹写了 对对对 写完了我就把这封信 拿给梁先生看 我说梁先生您看这么回形吗 您签个字吧 他一看莫名其妙 怎么回事啊 后来我就把这个 人大代表的这封信给他看 看完了以后我们相对哈哈大笑 他就说你对老人开这样的玩笑 是要被打手把的 我觉得从那个以后吧 我们常常的谈话聊天 因为开始的时候 他是父辈 他是我的父辈 他已经大 他二十多岁 所以我根本没有任何的想法 而且呢就是 我又他非常平易近人 又很亲切 又能给我指导 又能帮我分析问题 所以我把所有心里话 我都跟他说了 所以他也能够就是 把他的想法 他和林明的一些故事啊 或者是哪些事情啊 让他心动的事啊 他也能够很 很这个平易的来跟我说 这样的话就 变成一种朋友关系了 那么就有一次 有一次就是 我整理好东西 和我要回去的时候 他说你坐下来 我给你念一点 林慧英的诗 林慧英有一首诗 他就念到一句 就说 回过头来 忘掉缅甸 把一串风话 说在你的面前 他说 念完了这个诗 他就挺不好意思的 当回过头来 把一串风话 忘掉 把一串风话 说在你的面前 说在你的面前 我们可以 这个 清音文字的人 可以展开一下 自己的想象啊 挺美的一瞬间 鼓掌 这是林慧英 这是林慧英写的诗 但是梁先生 这个时候 把林慧英的诗拿出来 说在了您面前 对 您怎么反应当时 当时我还没有 太深的反应 没觉得是吧 以为是林慧英写的 对 跟自己没太大的关系 对 第二天我在来的时候 他递给我一封信 就是表示 他对我的感情 他说他已经 灌掉缅甸 把一串风话 说在我的面前 这封信 是不是确定 让您跟梁先生 这种感情的交往 正式开始 对 后来您和梁先生 是什么时候结合的 六月份 就是在写完这封信以后 大概有 对 几个月的时间 两三个月 两三个月 但是您的结合 据说在当时 也引起了很大的非议 对 主要的 他们的观点是什么 就觉得这两个人不匹配 从年龄上来说 从社会地位上来说 从经济条件上来说 都不匹配 很快文革就来了 这个文革时期 您的家也是受到了冲击 是吗 那是太大的冲击了 是当时的情形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每天在任何时候 只要红卫兵高兴 我们就可以闯到我们家来 可以随便翻 可以随便拿走 他们认为是四旧的东西 梁县有的就是 这个 他研究这个雕塑 研究雕塑呢 就是每个潮带的雕塑 他都找一些标准的 这个典型的这个 这个东西 最早他有缭带的 这个东西就是 现在看起来就很值钱了 三千万 三百万的 上千万上百万的 对对对 这东西是被人拿走了呢 还是当时就被砸毁 没有砸毁 它就是作为迷信用品 给没收了 那个时候顾不上这些了 这是保命要紧啊 这到底是 人们都糊涂了 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当时不是梁县城的工资没有了 那是好日子没过两天吗 是啊 我们的存款也被没收了 就凭我的六十几块钱的 那个工资 两个孩子 还好你的工资没被没收 对 还有一个林慧英的母亲 八十多岁了 还有我自己的母亲 我们住在一起嘛 我还要管他们的生活嘛 阿姨是反正是肯定的 对对对 阿姨走嘛 阿姨走的时候哭得不行 他说我当了一辈子保姆 没有碰见过像梁县城这么和气的人 他说你不给我钱可以 我先在你这儿做 等到以后你们有钱了再给我 可是我一看遥遥无期啊 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有可能恢复他的工资呢 我说你放心 等到我们条件好转了以后 我一定会去找你的 梁县城他是受了清华的教育 他后来又到美国去读了几年书以后 所以他就是一直就是很平等待人 从来没有说是摆个关架子啊 或者是摆个专家的谱啊 这些从来没有 梁先生这个住院期间 您这个要一边工作 还要去医院去照老家是吗 他说一个礼拜去一次 有多久 有一两年了吧 一两年以后 他等于身体就不行了 那就是北京医院通知说是病危了 要求家属陪住 我们那个时候是三个单元的学习 因为我需要进城 我九点走 我九点走 我到城里的时候已经十一点了 晚上十一点 晚上十一点了 在您的这个书里描述过 说梁先生每天晚上要等您 到了北京医院 他才会睡觉 他才睡觉 对 他一直等着 对 一直等着 等到我早上一起来 他就醒 您走了 还会醒 对 这中间风雨无阻 没有停过一天吗 您 对 没有停过一天 每天都去 梁先生在这个时刻 有没有得到一些特殊的照顾 这个时候是特殊照顾的 是特殊照顾 对他个人是特殊照顾 因为他住的是高干病房嘛 但是已经晚了 已经不可能了 就开始的时候就是 没有住北京医院的时候 我带他到北医三院去看过一次病 北医三院的大夫跟我说 绝对不能感冒 但是那个时候不可能 那个红卫兵要揪斗 一斗都是 斗到晚上十二点 而且红卫兵揪斗 就在晚上揪斗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晚上八九点 才来揪斗你 梁先生什么时候去世 七二年一月九号 他去世前最后一句 跟您说的是什么 王室北定中原日 家寄母望告乃温 这是陆游的一首诗 为什么他当时跟我说这句话呢 一月一号的时候 有一篇社论 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 就希望能够收复台湾 他就跟我说 他希望能够 能够看到诸国 统一的这一天 后来呢 他就跟我说 他说 我可能看不到了 所以他说 王室北定中原日 就是说台湾回归 祖国的这一天 家寄母望告乃温 你一定替我多多的欢呼 在文革之后 梁先生的这个问题 有没有得到平凡 反正几个大问题 没有得到平凡 几个大问题 一个操走的东西 没有归回来 再一个就是住房问题 就是到处都在落实政策 但是梁思成的住房问题 没有落实政策 我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工资没有给他退赔 清华就是 所有的人都退赔工资了 唯独梁思成的没有退赔 我不知道为什么 当然后来退赔了 可是在大面积退赔的时候 没有退赔梁思成的 就是说好像还是 对他另眼看待吧 其实我们知道 您在梁先生去世之后 长期的在做他的 这些遗稿的整理的工作 对 我们抛开所有的 他关于建筑学的论述 站在您的角度 站在一个女人的角度 您怎么评价 梁先生这个男人 我是说在文化大革命以前 我对他的感觉 就是个非常温馨的 非常善解人意的 非常体贴的 这么一个好丈夫 通过文化大革命以后呢 我就看到他的另一面 看到他的严肃 严谨 理性的一面 因为那个时候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很多人来做外调 梁思成认识的人又多 而且人家交代的时候 就说我认识梁思成 差不多他每天都要 写这个交代 那么这个来调查的时候呢 梁思成是从来没有 考虑到个人恩怨 对这个人说点什么 不利于人家的话 绝对的事事求是 他知道什么就说什么 他怎么看 他就怎么写 绝对不给人家 去天佑家处什么的 所以从这些方面来看呢 我觉得他是个胸 胸镜非常大 非常高尚 因为我觉得这一点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的 他去世以后 我一直就是在整理他的遗住 在我跟他结婚的时候吧 很有人看不起我 有的人就说 你懂吗 你懂他的建筑吗 我当时我觉得 真的我很惭愧 我真的不懂他的建筑 你当时还真的不懂 我真的不懂 因为我是搞档案工作的 我是搞资料工作 图书工作的 那么他去世以后呢 我为了要整理他的东西 我被迫的拿起他的书来读 拿起他这些图来看 我是觉得我一点一点的读懂了 读懂了他的 他最重视的就是 民族文化 而且我觉得他非常爱国 他所有的这一切 都是基于对祖国的热爱 对民族文化的热爱 记得有一次 清华有几个学生来跟我座谈 有一个女同学就问我 她说已经四十年了 因为梁先生去世四十年了 她说你现在还爱他吗 我说我爱他呀 我还是爱他呀 但是我觉得 我现在的爱跟过去的爱 略有不同 因为那个时候是亲亲我我 夫妇之间的爱 而现在我对他的爱呢 我觉得扩大了 加深了 因为我对他的理解深了 我觉得 我觉得是不是这样 他将无数音乐人推上巨星宝座 成立 敢爱敢恨 李凡斗非常非常敏锐的音乐秀 他这样诠释音乐魅力 音乐是能够迅速最快速度 能够让人流泪的一种 事物 触碰音乐 他激情四射 对对对对 播亮音乐 电量人生 非常介绍7月18号播出 敬请关注